各位 今集維路市政節目 我們請來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 和大家維路聊聊天 大家好 歡迎收看維路市政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林知恩 今天在我身邊就是投資推廣署署署長劉凱旋女士爺 你好Alpha Hello Key 署長 我們經常說搶企業 搶人才 其實上半年 你們投資推廣署其實吸引了什麼企業 來到香港去落戶和擴展他們的業務 投資推廣署在今年的上半年 是吸引了322間企業進來香港 他們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43% 帶來香港的投資額有383億港元 以及創造了3500多個職位 這些企業很多元化 當然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最多的都是金融或是一些金融創科的一些公司 第二就是一些創科類的公司 另外更多的也是一些家族辦公室 都陸續開始增長了 可否也請你講一下 即投資推廣署具體來說 如何吸引這些企業來香港開展業務 其實投資推廣署我們做很多事情 一方面就是海外或者本地 會做一些比較大型的推廣 例如我們接下來會有Fintech Week 金融創科週 又或者在3月份做了一個 喻責香港的一個家族辦公室會議 另外在海外我們也會時不時 搞一些圓卓會議或者一些推銷的活動 這個是一些比較大方面大方向的推廣 當然如果有公司對香港有興趣想進來 其實我們也會對到一些一條龍 一對一的服務 去幫它講解多一點香港的政策 香港的營商環境 或者它具體落戶香港的時候 要需要什麼牌照 有什麼留意的地方 我們都會去做的 是否一個企業來到香港落戶之後 其實它都會在業務上發展 會有不同階段 那麼投資推廣署怎樣去支援他們的工作 其實投資推廣署在海外有34個辦公室 有些在外地的企業 譬如初步想了解香港的環境 或者知道香港的一些政策 一些優惠的話 其實我們在海外的辦公室的同事 是已經會和他們做了一個初步的講解 好 當一些企業說 我真的想著會來香港 我們總部的同事 因為有不同的專業行業團隊的小組 就會針對客戶一對一 跟他們說香港有什麼政策 需要什麼牌照 一條龍服務 就說去到 真的開了 找地方 找供應商 找合作夥伴 甚至去到他開業的時候 做一些推廣的宣傳 我們都會去做的 還有他的老闆要申請工作簽證 或者他有些員工要進來 甚至他家人說要找地方住 我們都會幫他做的 剛才剛開始的時候 提到 離香港落戶的企業 其實比上年的同期是多的 原因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會多了這麼多 其實去年2023年 大家都知道是年初的時候 疫情才開始離開 我們就逐漸開關 然後飛機 機票又開始 慢慢吹回正常 我們很高興去年年底 就多多商務的來往 就開始上來 其實香港一向都是一個營商的好地方 只不過疫情真是令到大家沒得飛的時候 你怎樣來呢 怎樣去調研 怎樣去研究香港的環境 就會比較困難 今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其實企業 都很想著是需要在亞大區發展 另外大中華區 亦都在一個很蓬勃經濟的地區 所以他們就全部進來香港 我們都看到招商引資的活動 可以全面恢復 所以這方面的增長其實是值得鼓舞的 除了我們經常說 傳統和香港比較多生意來往的市場之外 不少的新興市場有機會是對於香港來說有興趣 那麼投資隊廣柱又如何去密識這些新興市場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頭半年 剛才說過的業績 大部份仍然是一些比較傳統的發達國家 最大的企業的來源地 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依然是美國、英國 另外亦有新加坡和日本 新加坡 大家都知道 亦是一個很發達的金融中心 作為進入大灣區或中國 都是需要在香港設點的 那麼這個傳統的國家 因為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地 我們是會繼續去擺很多的精力在這裡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呢 配合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 在一些新興市場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高增長的一些潛力地區 那麼我們推廣處 包括我親自 亦都會去多好些地方 跟當地商會和業界說好香港的故事 讓他們知道香港如何幫他們賺到錢 或者作為一個跳出亞洲 或者是進入亞洲 或者進入中國大陸的一個好地方 那麼這方面的話 我們會大大地加大我們的精力 你剛才提到一些一帶一路國家 其實都是會有興趣在香港投資的新興市場 因為一帶一路都有很多不同國家 其實哪一些對香港比較的關係密切一些 我們將會擺很多的精力在東盟地區 東盟地區有很多比較大的經濟體 例如印尼、馬來西亞、泰國 泰國有很多的品牌 已經在香港下落了 但是印尼和馬來西亞 我們會做多一些推廣 尤其是他們很多商人 其實很成功的 在家族辦公室方面 可以做多一些推廣 另外同時他們的職業來到香港的時候 是利用香港做的跳板進入海外 或者進入中國大陸 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他們會有很多精力 會擺在東盟那裡作為一個起點 同時的話 其實譬如在南美的地區 他們越來越多想香港 作為一個據點 將他們的農產品 或者其他產品 譬如利用CPA的優勢 去出口去大陸 這樣會比較是一個方便的方向 剛才你提到 例如一帶一路一些新興市場 例如東南亞市場 又或者南美那些 那些的佔比又大約多少 其實一帶一路的國家 在二年一路至到現在 都有一個穩步的上升 是逐漸的增長 每年其實都有升到百分之二十多 當然佔比仍然相對小 比起傳統國家 所以我們未來會希望擺多一些精力 讓我們可以多元化一些 多一些人 多一些人才 和多一些不同的企業 可以來到香港 處長我也想了解一下 那個計劃的進展狀況是怎樣 以及這些投資者主要是來自哪些地區 新投資者移民入境計劃 就是3月1日推出 宣布的細節 最初會比較多一些查詢 但在過去之後的幾個月 我們都看到數字穩步上升 截至7月5日 我們已經收到超過3,800宗的查詢 另外真的遞了表去申請 已經有346宗 然後他才是去到投資推廣署 是審批一個淨資產審批的 審批已經有批214個 另外入境署已經批出了117宗的原則上批准 申請者可以進來香港 即是做他的投資 投資了3,000萬之後 就再遞返進來 告訴香港做了這件事 入境署正式批出 已經有4個批核 由3月1日至短短3個月之中 已經有申請、批核、投資 加上最終批核、變成香港居民 已經有4宗 我們預計有346宗 全部都批核 其實是為香港帶來超過100億港元的資金 進展真的很快 你剛才也提及到 計劃申請人最少在香港投資3,000萬 我們周圍說搶人材 新加坡亦有他們投資入境計劃 香港比新加坡的計劃 吸引的地方在哪裏 其實我們推出之前當然也會研究過亞太區或其他地區的一些投資移民計劃 當然我們比起舊的計劃是一定的需求增長的投資額 但譬如剛才你提到的新加坡為例 他們的計劃是需要投資港幣的大概五千萬到將近三億不等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有信心我們的計劃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投資額來說香港的門檻就比起譬如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是低一點 所以這也是我們計劃的吸引力的來源 這只是其中一個吸引力的來源 我們也要看回基本的要求 因為香港作為一個投資移民計劃你真的要投資 香港的投資產品無論是股票、債券、一些私募基金 或者是多元化的一些投資產品其實是比新加坡或其他地區更多元化的 尤其是我們有債券通、有股票通 香港作為一個平台投資一些國內的產品 所以本身香港自身的優勢除了投資門檻之外 本身已經是非常有競爭力的了 你剛才也提及過也有三千多的查詢 以及你也會接觸不少的投資者是有興趣在香港投資的 其實他們怎樣看香港現在的情況呢 其實很多的準投資者、申請人都是看著 一直都是想來香港去樂務或發展的了 可能之前大家也留意到 我們人才辦那邊也有推出一些高財通 或者一些其他的政策 但那些是吸引一些可能是科技 或者是一些比較大型的 專上學院大學的畢業生 是希望他們進來增加香港的人才富的 當然另一類的人就是投資者 他們是有錢的 當然也是有些人才 但他們是比較高正值的人士 他們是看重香港的一個很好的營商環境 又是一個好的低稅 比較簡單的低稅 居住環境非常優美 醫療也好 學校配套也好 所以他們很想來到香港 可以落戶 可以居住 還有帶他們的受養人 他們的家人一起來到香港 所以你剛才提到 其實香港除了一個投資組合比較豐富之外 我們制度上都是有些優勢吸引到投資者來香港 是的 因為制度上 從香港的稅收這麼簡單 稅利和這麼低 其實不少的人都想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落腳點 在這裡居住 以及享受香港的 剛才提到的一些生活質素的優惠 或者稅收方面的優惠 另外政府也有推出很多其他的支持 對行業那些 因為記住每一個新投資者移民的申請者 他本身可能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或者是一些企業的高管 他們的企業也會對香港認知多了 也有可能帶來一個連帶的後應 投資推廣也會推銷他們的公司會否進來香港 或者利用香港的好環境作為進一步的擴張 剛才你提到詢問的人 申請的人和成功已經來香港入境的人 其實進展都非常好 可不可以請你說一下這些人的背景 例如他們是甚麼行業 或者他們是甚麼地區來香港 因為投資者移民 我們不理他們是甚麼行業都可以申請 因為看他們的淨資產 以及他們可以投資總數 達標就可以了 其實每個地區都會有些 有一些海外的華僑 可能對香港的了解較多些 開始會多些少 但陸續會看到越來越多一些東南亞國家 還有韓國也有申請 包括歐洲地區也有幾個國家 有些加拿大的人也會有申請 數字慢慢開始提升 因為當初推銷可能是回香港去做這個推廣 所以可以投入香港多些生意 可能會有些華僑 但之後我們會繼續 包括剛才提到的一些東南亞地區 這些人都覺得香港是比較穩定 比較好發展 還有你剛才提到短短幾個月時間 可能他們的細節上都需要多些時間 去了解 因為剛才提到3月1日開始 才公佈整個計劃的細節 所以可能講解和理解上都需要一些時間 才慢慢有更多的申請 其實投資推廣署 我們除了宣布之前 做一些提早的預告類的講解 但真的推出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搞了很多場 和業界 例如一些財富管理公司 一些私人銀行 一些匯計或法律界的朋友們 因為他們其實很歡迎這個計劃 下戶之後為了香港的財富管理行業 帶來很多的商機 所以他們也是我們幫忙推廣的 一些聯合的朋友們 我們叫做業界朋友 他們也說 其實我們在外地都有不少分支機構 我們都想藉著一個機會 將更多的業務 帶來我們香港的機構 他們也會幫我們開始做一些推廣 所以我們是將這個擴大來做的 除了推廣署自己會繼續做一些 本地及外國的推廣 其實我們的專業界的朋友們 都會幫忙做這些事 令到香港的專業界 亦會多些生意去做 我想問一下廚長 因為我想有很多媒體都問過你 就是有一些內地的餐飲店 即是離了香港進駐 有些是擴展業務 但有一些離了無機 就退了一場 其實你對這個現象有甚麼看法 其實餐飲業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很講潮流 有些人說這個人氣店 就會去得多 其實餐飲業是有些會開 不斷有些新的開 有些也會改名 或者是離開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但其實我們都很樂意見到 今年比如頭半年 投資推廣署都已經引入了不少新的一些餐廳 例如頭半年 就有29間零售企業 還有28間是餐飲業的行業 我們都幫它進駐了香港 比起去年的同期 是上升了16%和33%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有信心 當然會有些轉變 有些替換 但其實會不斷有些餐飲業 在香港會繼續開 講開餐飲業 其實我們都知道有很多內地品牌 進駐近香港 例如我常見到的檸檬茶 又或者有些是燒蝦 有些是打火鍋 這些企業本身在內地已經發展得很快 也是一些連鎖的企業 其實他們會怎樣看香港市場 即香港和內地市場的分別主要是哪裏 如果在香港都會看一些比較高端的消費 他們是花錢的能力是比較高的 其實內地不少的餐飲企業 就是看中這樣 還有最近可能大家都留意到 多了香港人北上消費 上去的時候 那些餐飲業都會看到 咦 原來香港人對我們的品牌 這麼有興趣的話 所以都會想著發展到來香港 走來香港開 當然也與此同時 我們不斷有些內地的品牌 無論是餐飲或零售 是想最終打到一些海外的地區 香港作為一個國家的企業 出海的一個好地方 一個好跳板 他們來香港不單有本地的人群 亦有很多外來的旅客 試到他們的一些服務 變成他們在香港打香了名堂之後 我們都很樂意見到 有不少的內地的餐飲行業 下一步就會進駐東南亞 香港是一個他們發展外國市場的第一個跳板 處長講開這件事 我也有聽到一些企業說 因為有一些內地的連鎖品牌 其實他們本身是營運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他們的經驗 也會帶動到一些香港本地品牌 可以因爲一些競爭 而提升他們自己的質素 是的 因爲內地的企業 是比較會願意面向用新的科技 或者是一些新的營商模式 因爲內地的競爭是很激烈的 所以其實因爲餐飲業 和不同的其他行業一樣 都是不斷需要求變 求新 有轉型的話 才可以吸引到更多和更新的客戶 所以這個亦都爲香港本地的餐飲行業 帶來一些衝擊的同事 其實帶來很多新的看法 或者做事的方法 例如用QR Code點餐 香港以前都不流行 但現在很多地方都有 或者會用一些機械人來送餐 這個香港我都見到不少企業都開始學習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互利 互補互利是一個好的地方 還有署長剛才提開消費和零售市道 另一個中央的維港措施 就是內地居民來香港買東西的免稅額 近來就提升了 其實你自己怎樣提這個免稅額 對於香港零售市道的影響 這個免稅額就是國家的部位 還有香港亦都有的部門 經了很大的努力去討論出來的成果 免稅額現在已經提升到到15000元 令到內地旅客來消費的時候 亦都可以更加放心 去放手地買得更多東西 變了其實我們除了推出的措施和政策之外 亦都希望可以本地的零售公司和行業 把握這個內匯 想起怎樣要創新 做的服務是會更加好些 或者是否會有更多的產品會推出 令到大家去買多些 買多些回去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才會得到幫助 最後都想問一下 就是關於非中國籍的 港澳永久性居民身領回鄉證的問題 其實這些主要受惠的就是 例如外國來香港的商人 其實他們可能在香港已經住滿七年 他有香港身份證 但他不是中國籍 所以就拿不到回鄉證回來 在這個安排來說 暫時你們會否有接觸外國商會 以及他們怎樣看待新的措施呢 國家就是7月1日的時候 那天藉著香港回歸慶祝的大日子 就宣佈了這個政策出來 同日的話 已經我們將這個訊息 發了給一些在港的外國商會 以及一些本地企業的朋友 其實他們第一個時間 一知道的話 已經是非常著弱和非常高興 在7月10日的時候 就正式開始接受申請 據我們了解 已經是有超過五千多個 是想著會申請 或者已經去入境處 拿著一個永久居民的證明 是準備去中綠社那裏申請的 那麼我們 除了我們 以及入境處 國安局去多方面 亦都做一些講解 以及一些推進的 那好像剛才提到 平時接觸多的一些 外國企業的人士 或者一些商會都說 非常著弱 雖然在香港已經有永久居民 入香港境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很希望 是做生意的話 是做到大灣區 他們可能那邊會開廠 或者經常去國內出差的時候 都是始終覺得 如果有一張卡式的證件 會方便很多 就不用去排人工那條隊了 可以用一個自助的卡 那個機器那裡入境 就會大大提升了 他們的工作效率 這方面 亦都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可以在一國之下 有兩個地方的便利 令到香港更加配合 我們一個聯通中國 和世界各地的發展 其實同一時間 我們也想說 很多這些香港永久居民 即是香港出生 或者香港已經住滿七年的 一些外籍的香港人 其實為香港帶來很多貢獻 所以這也是令到他們 作為一個出入境的便利 出入國家內地的便利 作為一個感謝 和幫他們更方便地做生意 這就是你們投資推廣署出去推銷香港的時候 這也變成另一個賣點 因為你剛才提到 有不少商人或企業來香港 都是想透過香港作為一個跳板 進入內地市場 這就變成一個新的 我們可以推廣的賣點 這個絕對是 因為剛才提到 其實亞洲是不止一個金融中心可以考慮 但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同時做到一個世界的聯繫人 亦都可以作為進入和出入內地的一個跳板 其實只有香港是獨有的優勢 他們就變成很著弱 甚至一些新的公司想來的時候 好啊 我除了可以在香港開公司 可以拿到添證作為的居民 遲些也可以拿到永久居民身份之後 可以進入內地 其實和新投資者移民計劃那方面 亦都幫到手 因為進來之後 我又可以進入中國內地 這個其實是互變互利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政策 多謝廚長接受我們訪問 廚長說了很多 由投資推廣署的角度去看 中央的衛港措施具體來說 對於香港有什麼正面的影響 還有我們都知道 一些投資的移民 和企業落戶香港的最新情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近幾年很多人都討論香港的營商環境 但我們今天和投資推廣署署長談完之後 發現無論在投資的數字上面 或是投資者對於香港的意見 和他們的看法上面 其實香港的營商環境都是非常正面的 再加上中央的衛港措施 相信香港的經濟和投資狀況一定會更好